就算学生骑着脚车上学去 也要遵守交通法规 那就是硬性规定 必须带头盔方能骑车上路 否则交警就会送上罚单一张 要罚你款 罚金从80澳币到120澳币不等 如果小孩或中小学生付不了罚金 身为父母者 必须代为付款方得了事 在悉尼 学车制度与新加坡不同 16岁或以上就可以学开车 而且不需要到学车中心学车 只要父母兄长或朋友 拥有合法的驾车执照 就可以充当轿车师傅 我的三个孩子就是我 叫他们开车的 我是他们的轿车老师 澳洲法律规定 必须至少学车120小时 包括20个小时夜间驾驶 然后17岁或以上 就有资格参加初级考车 可考获红色P-Play车牌 一年后再参加进级考车程序 危及电脑模拟考验 及格后就可以从红色P-Play车牌 转为绿色P-Play车牌 两年后就可以拿掉绿色P-Play车牌 成为成熟的驾车司机 在这里开车 必须百分之百 注意交通法规 这里的绑上安全带 管制非常严厉 只要被交警发现 没有绑上安全带 就八款又扣分 款项是238到1700澳币 也等于是300到1300新币 先被扣三分到六分 在澳洲 这里的车速管制得非常严厉 时常得注意这种camera zone 还有车速限制排 像你看到这种 时速限60的牌子 你就得乖乖地 把车子控制到60以内 如果你超过60或60以上的 就会被超分 我曾经被超分 我驾驶是63 那个款项呢 从79到1750澳币 新币是200到2275元 看超速多少而定 还有又被扣分 三分到七分 如果在公共假日的周末期间 将被加倍的扣分 我和我先生呢 还有朋友 常来这间餐馆用餐 同时呢 我们也带了我们些喜爱的红酒 来这边用餐 为什么呢 因为这边是BYO餐厅 什么是BYO呢 BYO stands for bring your own means that you can bring your own wine or beer so you bring your own your favorite wines or favorite beer to your favorite restaurant 在澳洲的饮食传统里 有一种叫做BYO的制度 深受当地人欢迎 BYO其实就是bring your own wine 许多大大小小的各类型餐厅 酒楼都会在大门贴上BYO字样 欢迎顾客带酒上门用餐 一般只限于红酒与白酒 也有餐厅允许顾客 携带其他酒类或啤酒 所以出到澳洲的新加坡朋友 要带酒用餐应该打听清楚 这种BYO顾客需付一定的开品费 费用从5到12币 或每人2澳币 相等于新币6块半到13块之间 在澳洲一定到处都可以看到border shop border shop就是酒类转卖店 各种各样的酒类 尤其是葡萄酒 都有出售 由于砸货店或超级市场 都不可以卖酒 所以爱好喝酒的人呢 就要到这种border shop来买酒 我和我家人都喜欢 本地出厂的葡萄酒 就像这种红酒 一瓶才6块4毛酒 金币8块4 这种白葡萄酒呢 两瓶才10块 新币才13块 好便宜哦 自从我来到澳洲后呢 路江随俗 也喝上了一两杯红酒 澳洲的border shop酒类专卖店 之所以有如雨后春笋般充斥大街小巷 这也许得拜BYO制度所赐 因为许多食客就会到这种专门店学买心头好酒 带上餐馆用餐 所以这门生意在这里相当热门 在澳洲生活 在外用餐很贵 就好像我家一家五口 普通一餐呢 就要花上五六十澳币到七八十澳币 差不多等于新币整百块 所以呢 我常在家这里做饭 而我常在这家华人开的超市买菜 在澳洲有不少的华人超市 店里全部货物名称都印有中文 身为华人来这里购物很亲切 而且价钱也合理 这里的菜类很多 而且又很新鲜 想请问一下这些菜是从哪里来的 老板 好 谢谢 Kennie是这边的老板 想请问这些菜是从哪一国进来的呢 Oh they're all grown in Liverpool here in Sydney It's a local farmer 噢 这些菜呢是在 新尼南部有个地方叫Liverpool 他们自己有自己的菜园 所以从那边种来的 噢 难怪什么新鲜是本地生产的 这些菜呢一大把柴块半 是新币块酒 这里的瓜内呢是以公斤计算 就好像这个沙可 新加坡的满光 一公斤是七块九毛九 也就是新币十块二 这个青瓜就是我们的黄瓜 一公斤是三块半 也就是新币四块六 看它样子是很小 可是是很甜的 可以用来做沙热式的 这个周末呢 我将会跟家人一起在 后外园烤肉 还有炒火条 我就买了这包生火条 一包是两块二 新币两块九 炒火条呢不可以少有这个 这个汉肉 这个汉是五百克四块九毛半 也就是新币六块二 我很喜欢吃鲜鱼 所以我常来这边买 这个冷冻的鲜鱼 一公斤是十一块九毛九 新币是十五块 你好小姐 一公斤是三十五块二毛 请问你要怎么付款呢 用Airpods 要casual吗 五十块 在澳洲的supermarket呢 加油站 还有有些商店呢 买东西呢 又可以顺便提款 很方便 这种制度呢 在新加坡是没有的 这种是Airpods cash out 谢谢 Airpods 全称 Electronic Funds Transfer at Point of Sale 只要有与超市联网的 银行现金卡或提款卡 就可以向收银员提取现金 请问你要多少钱的 cash out 五十块 在加油站 每次最多可提五十澳币 而超市最多可提到两百澳币 相等于新币六十四到两百五十六元 谢谢你 澳洲的房屋类型和新加坡有何不同 价钱如何 Jesica母女有齐趣的澳洲专有用语和你分享 别走开 许多新加坡人选择移民到澳洲 最重要的是这里的居住环境与条件优越 个人空间宽敞 还有当然是屋价对比新加坡则便宜多了 据当地人透露 在这里的房地产有三个地区最为昂贵 第一贵是靠近码头 二是海边 第三是地铁站旁边 像这种有地豪宅多漂亮 每栋都要价五十万澳元起跳到数百万不等 来 这是我的家 里面就有差不多一万澳 四栋单层独立屋 这里是我的大厅 我家有两个厅 上个房间 两个书房 来 我带你们去看我的家庭 这里是我的厨房 这就是我的家庭 我们全家人常在这边用餐 这是我的先生 嗨 我叫Andrei 欢迎来我的家 我家后院还有一个游泳池 我们常用这个地方做 entertainment area 这间屋子可以卖差不多一百多万澳币 等于一百三十万新币吧 租金是一千块澳币一周 所以是四千块一个月 四三等于新币五千块 每逢周末 澳洲人都喜欢在自己的家后院 BBQ 我也跟他们一样 喜欢一起烤录 聊天 增加家庭的邻居力 嗨 你们喜欢的炒口条来了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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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介绍一下 这是我先生Andrei Hello 我女儿 你看过吧 Niko 我的小宿 这是我的小肃 eti root 断